那你喝酒喝得愣醉 我那天去找你 我叫你跟我回去 结果你呢 你说让我把那食品酒喝完 你跟我走 你扫了吗 你喝了 我喝了 当时你知道 你什么情况吗 我跟我那些哥们 都喝得好好的 你突然一下跑过来 拉着我就跑 你当时都没面子 你知道吗 你那叫什么哥们 他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那 后面我闺蜜来接着我 我叫你闺蜜来呢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 来了之后你带走呢 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那 那么黑那么乱 你就不怕我出事吗 不是我一直就在你旁边 我看着你的 现在是你过去这么久了 你怎么说都无所谓了 好好好 除了这还有什么吗 还有他 之前也是在学校打架 也是因为他那些胡碰狗友吧 那次打架我也跟你说了 全校都知道那个事情 全校都知道你才有眼睛 你怎么不能丢人啊 我不出手我合适吗 对啊他们打高兴了 把你个人扔在那 你呢 那出事了总会有人承担啊 对啊学校通告批评 他觉得他特光荣你知道吗 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子的 他以前都是在学校都是得 表扬因为他全场比赛都拿明示的 他现在都已经在这儿无所谓了 不是你知道那以前我过得多累吗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过程才是要很自由啊 不过了我自己想过的中文 你为什么要跟他学坏呢 我觉得你现在你是个成年人了 你不能够好好思考你的行为吗 他在这个变坏的过程中 他你无限刷新我的底线 我从来不知道他可以 就是越来越化越来越化这样子 打架 喝酒 喝酒 好吧 还有什么他那破朋友 给他介绍女朋友 我这事而已 不是那就是开玩笑的 我不知道女朋友是什么意思 我都跟你说了那就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他跟你发什么信息 他说妹子你给你找好了 你快点来吧 那就在酒吧里面是什么意思的 那是什么朋友啊 他把我放哪了 除了磕完你的钱 再来磕我的钱 他还会做什么 不不他怎么磕钱是干嘛 怎么就磕钱了 人家在这吃饭的时候没带钱 我都跟你说了 我们出的钱怎么了 对你在磕有钱是吧 你这应该冲大头是吧 你爸妈让你来学校 就是让你这样昏日子的是吗 不是 你现在你知道你有多烦吗 我烦你 我每天我做什么事情你都要管 我不是为你好吗 你以前是这样子吗 那你以前也不是这样 你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以前也没管那么多 是因为你吗 我也不想 到刚才你这样 托夫吗 接站在这 我每时你先停进去 一会再去 好吗 同学 这你不对了 你有什么烦心事要喝呀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过得开心一些 以前 你跟我在一起 以前就不开心是吗 我从小的时候 我爸妈妈就说 我要好好读书 什么东西的 我听他们的话 现在读到大学了 我跟他在一起 好 还是说要好好读书啊 你以后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要给我什么 给我什么 我就真的觉得 他 他活得真的很累 我现在跟我那些朋友一起 去外面玩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可是你以前不是这样子说的 你们的思考 我们这段感情 他之前说 天天出去鬼混 我说那好吧 你只要他 因为他找我拿钱 他没有出去实习 也没有出去赶拿 我找你拿钱 也就拿个五十一百块钱 我就说还你啊 五十一百 你好意思说 在场的谁 在场的哪个男人 找他女朋友要钱 你知道好意思啊 你爸妈又不是什么 特别赚钱的家庭 你为什么不能够 把他们寄予你的后望 好好实现 好好思考到你的未来 让他们不要失望呢 那我为什么 人生就那么几十年 我为什么不能过 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呢 现在是你想过的生活吗 是啊 我觉得 现在过得很开心 现在是你想过的生活 我觉得很自由啊 无忧无虑啊 我插你一句行啊 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想让你们 帮我骂死他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对他 很为历史了 我觉得我该用的办法 我用过了 大鹏 大家都希望你大鹏展翅 高高飞翔 从爹妈到女友 是吧 你能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吗 我就觉得我以前那样 每天为了学习 去努力地讨好我的爸妈 讨好他 讨好老师 我觉得那样活得真的 主持人 你觉得他这么说像样吗 什么样考好啊 嗯 这个咱先不训他喜欢 咱得知道孩子 为什么别的同学就可以去玩 我不能去玩 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去玩 好 一个是想去玩 还有别的吗 对未来怎么打算呢 晚上要毕业了 工作要找吗 有找过 找到 你没在找过吗 还不是我拖进去 给你找的 你结果你人吗 不是 那爸你上班 你12年才去 我全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我不是1点多才行啊 哎哎哎 有工作吗 现在没有 以后打算做什么 现在也没想 这段时间觉得压力特大 你大什么呀 天出于鬼魂 你大什么呀 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吗 我看他就是不想 你说 如果他不管那么事 还是可以在一起 如果他还是这么管你呢 我觉得他这样 就管的事情太多了 就跟个奶奶一样你知道吧 那我问你 你还愿意跟奶奶在一起过吗 奶奶那是奶奶 这是女朋友吗 那这个女朋友 你还要吗 我不知道 你以前不会这样子的 跟我在一起 你肯定会毫不犹豫的 说和我在一起 你看他哭你难受吗 心里还是不好受 不好受 接下问题就留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伙子 你爸妈让你上学干嘛 读书 谁让你找女朋友的呀 是你爸妈找的 还是你自己找的 自己 她自己追的吧 那所有同学都女朋友吗 你没有吧 那你为什么说 别的同学能玩 我却不能玩 因为你有一个 比你成熟的女朋友 你现在面临毕业 你呢 我也一样 从来同学 我已经住在外面 已经找到了实习的工作 你也找到了工作 你对未来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规划了 至少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也会去争取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学校里 很单纯的同学之间谈恋爱之后 一毕业就会分手 当要面临要步入社会 当可能那是一个新的起点的时候 两个人在成熟度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很显然 女孩的比你成熟的多 你现在居然还说出可能小学生说的话 别的同学能玩 我为什么不能玩 她完全还是在于想玩 而你只要她作为一个男人 而在你的眼中 你对她的期望 已经超过了她现在的能力了 你比她成熟 你比她脚步快 她也在你后面 所以继续下去 有希望吗 也可能有 但这个希望一定不是你逼出来的 让她自己去感受到自己应该成长 而适当的鼓励是对的 骂一定是醒不了的 我看到你们两个想起了我大学时代 我觉得又回到那个年龄了 我是一个母亲 我特别能够理解的 对孩子的这种希望 完了呢 我现在也特别理解我儿子 我也是管他管得特别多 他也非常喜欢玩游戏 完了呢 我就在跟他讲道理 讲完 讲了半天道理以后 他还是在玩 我突然发现 他就像一个母亲 你就像一个儿子 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在心智上呢 确实男孩跟女孩成熟的要晚一些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阅历的增长 你慢慢有一天 你会明白 他今天的这一份心 是为了什么 但是呢 你管得越多 他适得其反 这就是逆反 如果你爱他 如果你喜欢他 给对方更多的空间 你不要 没完没了的说 我一直在听你在骂他 骂完了他回去 哼 你不就叫我来让人家骂我吗 他什么改 改变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希望呢 今天你们两个来 不是他改不改变 你先改变 放下 放下 好 我特别懂你 弟弟 老师 你怎么这样 你不应该 好吗 你说 我特别懂你的原因呢 所以无论 七零后八零后 九零后 零零后 中国的男孩子 成长轨迹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为什么高中时候 不去打游戏 家里管得严 考大学的专业的 未必是自己选的 你习惯性了 成为一个乖孩子 一个优秀的孩子 到了大学 依然习惯性的优秀 刚才女朋友说了 参加各种比赛 经常拿奖 在校园里是风光的学生 对吗 问题是在本应叛逆的年龄 没有叛逆的机会 在本应干一些小会事 无伤大雅的时候 没有环境去干 一个男人在他一生中 总有那么几年 是荒诞不惊 你反这反这有点我 为什么那么开心 我好喜欢这种感觉 自由 酒 兄弟 放松 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你真的喜欢这种感觉吗 我相信你一定喜欢一开始 但你现在未必喜欢 我说我懂你的第二点 就是在于 当你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女朋友 对不起自己的时候 你却无力改变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曾经的光荣去哪 迷失了 对吗 小时候那些骄傲在面对社会的时候 一文不值了 将来的工作还不知道在哪里 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那与其这样 我就沉迷在我能知道我能干的事里面 好让我快乐和放松啊 但是每当我相信你喝醉以后 在网吧刷业刷了眼睛通红以后 当女朋友骂你之后 当你骗父母的钱之后 你肯定很郁闷很痛苦 你不想这样 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对吗 说完懂的事 我再简单的说你们不懂 或者还没有经历 在注定会发生的事情 你一定会沉沦一段时间 包括你工作之后依然会不顺利 这个你非常爱 或者曾经非常爱过的好姑娘 一定会离开你 你们注定是一段校园的 单纯的美好的 成为过去的爱情 不是你留不住它 也不是你不想留它 也不是因为你现在堕落了 它一定要离开你 而是你们俩 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 根本是错位的 在走向社会的那一天 你们就开始错位 越拉越远 有一天你会从这里面走出来 我希望越快越好 你成为一个 有担当的负责任的男人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而这个女人 你也会遇到一个 比她更成熟 比她更争气 能够配得上 你的心理成熟 和优秀的一个男人 她注定成为你 大学里难以磨灭的 一段青春回忆 所以你们俩的故事 就是那个电影 至青春 这是我们终将失去的爱情 未经失恋 不懂爱情 未经失忆 不懂人生 前行一点说 吃多了白面 偶尔得吃死我窝头 做惯了一个好孩子 偶尔得犯犯件 这是人的必然的规律 我觉得你们俩可以 在一时的收拾收拾 按马丁老师的话说 你们里分手已经不远了 分了手之后呢 你干点什么事呢 你去酒吧或网吧 找一女生 不光不管 你还能天天陪着你打游戏 天天陪着你疯 就那个窝窝头 然后你多吃两天 你就觉得 还是米饭好吃 你呢 分手之后呢 你就找一个 比他成熟的男生 像虚伟这样 然后你吃惯了 屈尾那样的话 你会突然觉得 太老了 你知道吗 然后你才会觉得 他的可爱是什么 谁说人都好贱 就明明手上 有一样好东西 他非要试试别的 然后试了别的东西之后 他会觉得这样好 我就特别不明白 一个如此瘦弱的女生 说话竟然那么多 所以说一个女人太强 强到了男人可怕 男人不喜欢 一个女人太弱 弱到不能自立 男人也不喜欢 真正的女人 往往是强中有弱 弱中有强 有执着 执着当中有坚持 坚持当中有妥协 这样的话 一个男人 才有可能真正的依恋 鲁迅有一句话 说得很好 世上的喜剧 是把没有意义的东西 拼凑起来给大家看 而世上的悲剧 是把有意义的东西 撕破了给人看 但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上演一种悲剧 就是我们活生生用自己炙热的爱 把自己心爱的人逼到死角 我们还认为我们是对的 结果呢 不该发生的事情本来就发生了 温柔的鼓励远胜于严厉的磕子 不要动不动说你不对 不要动不动说你是个坏孩子 你以前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他真的有那么坏吗 一个优秀的男生 偶尔的不羁 就像我们刚开始所说的 吃光了米饭 要吃吃窝窝头嘛 做光了好孩子 偶尔要半半剑嘛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告诉他的是 窝窝头是可以吃的 不能天天吃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去试一试 你呢 你也别不吃好歹 为什么呢 第一 女生挺漂亮 也挺有福分 在你们那应该算笑话 第二 基本妈妈都这样对我们 虽然方式不对 那也是两口用心 对吧 谁会吃饱了 真的一天到晚 花这么多嘴皮子来说你 那些真正不关爱的女的女生 那些一天到晚 想享受你的钱财的女生 愿一天到晚陪着你去玩耍 不顾及你将来的女生 他们才会真正的不关爱你 所以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很偶尔骂骂她 但大部分时间要温柔 你可以偶尔